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帶大家做一個開箱 今天的主題就是 兆豐1秒happy的金融信用卡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愛的一張卡片 那我已經在這邊幫大家整理好 就是準備好了這個卡片 等一下立馬就來開箱 那我們來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本支影片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開箱給你看 那第二的話呢我們來聊聊就是這個權益 然後還有就是 你應該要怎麼去入手這張卡片 那第三的話呢我們來聊聊說 我們這支 我們這個卡片有沒有MGM 如果沒有的話你要怎麼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來開箱給你看 哇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如果你去申請了這張卡片 那麼你到時候你拿到的就會是一個這樣的開卡函 這個信封 然後呢我們現在立馬就來進行開箱 嘿咻 這個垃圾不能亂丟喔 好那我現在把它拆開來 我先把那個用紙膠帶 然後把這個個人的關鍵資訊 稍微就是遮一下 那如果你是新戶的話呢 這張卡片基本上我建議你就是去分行 然後就是開戶並且填單來申請 那如果你是本身既有的這個原本就有的戶頭的這個人嘛 那你就可以去分行來要求換卡 那這一張卡片更換是不用費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換BT21的話那他就是要欠啦 BT21是我們下一次會介紹的卡片喔 來看一下 噠噠噠 開卡呢它其實我覺得沒有很複雜 就是基本上有你的基本資訊 然後還有就是你卡片的額度 那再來的話呢 雖然說它是金融信用卡 但它還是有這個千賬的功能 所以它是可以刷卡的 但卡片的話呢 它其實是扣你的信用卡的額度 但是純體款也可以用這張卡片 那這邊下面有教你怎麼開卡 還有包含背面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所以你拿到的話呢 你基本上你可以就是有一張拍卡 然後還有這張他的信用卡在後面 對它這個真的超可愛的 有沒有你看一下 哇這個也是 它有兩個一個是紫色一個是這個綠色 我個人真的是還蠻喜歡就是綠色的這一張 我就當初看我就覺得超愛 我給大家看一下紫色那張 紫色那張我應該也是有把它收起來 看它跑到哪一圈 應該不會是在我的錢包裡面吧 對 因為它有一個優點喔 就是它拿來自動加值會有這個 所謂的5%的回饋 然後 如果你有的話 其實你把它拿來做這個解任務是很不錯 但是我就把它放到我的錢包裡面 所以你會有兩張卡片 如果你都去辦下來 哇真的是很可愛耶 有沒有 但是呢因為金融信用卡 你還是必須要有帳戶才能夠申請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分行一趟才能夠拿到 但我個人認為這是值得的 因為非常的可愛齁 就是你可以拿到這樣子 然後這是它的周邊 它的周邊就是這個 所以總共就是有兩個這樣子 對 如果你喜歡的是台灣吧這種很可愛的這個 這個校相的話呢請易務必入手 因為它不僅是就是刷卡有不錯的回饋 然後甚至是連卡面都非常的可愛 所以我相信 呃 趙鋒真的是越做越好齁 我就是覺得很替他們感到開心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繼續往下看齁 就來聊聊它的卡片權益 因為畢竟我們也不是笨蛋吧 就是說不是只有卡片就覺得OK了 只要卡面好就好 沒有 其實它還是有一些優惠還不錯齁 那我們這邊就是簡單的來看一下齁 我有把它的這個官網放到我的這個 這個 我的最愛裡面 所以就直接在這個 iPad的首頁點開來看齁 那 它這張卡片的話 它這邊有寫到你不能夠線上申請 因為它要跟戶頭做綁定 所以你一定要去零貴填寫說明書 申請書這樣子 那它的特點的話就是 其實我覺得跟我們的這個 金融金融信用卡是 差不了多少齁 所以我在這邊簡單的複數一遍 就是說 因為現在就是7月份 疫情稍微趨緩之後 就是安心旅遊上線嘛 所以它這個拿來刷一些指定的網 網路上的這個所謂的旅遊平台 就會可以拿到額外加碼的部分 好比如說 訂房平台有最高10%回饋 然後 這張卡片如果你是國內外所有的網購商店 好有2.5%回饋 好那也不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申辦電子帳單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指定旅遊平台呢 還會再加2.5% 比如說 Goda Hotels Xpedia 跟Booking.com 三大旅行社像 熊獅東南 跟義游網 這些都有 兩大體驗旅遊是 KK KK Day 跟K Look 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有2.5% 然後 網購2.5% 所以加起來就是5% 所以 我覺得 這個數字聽起來是很厲害的數字啦 不過 還是要看你自己的 這個平常的消費需求 有沒有常常玩到這樣子 那這邊第二個 右邊他說玩起來 跌加優惠更Happy 就是 旅遊消費有滿額6% 這個要登陸 Hotels有92折 Xpedia 88折之類的 這樣 全部Combine起來最高也有15% 所以 到底有沒有灌水呢 我覺得還是要看你自己有沒有去用到 有用到才算划算啦 那 我個人認為最棒的亮點就是 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搭捷運的悠遊卡 自動加值5%回饋 這個回饋 真的很不錯 他說總活動上限才200萬啦 所以 呃 50除以200萬大概也就是多少啊 是不是 沒多少人 我來算一下喔 對 200萬 除以 一次50 看一下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活動上限的 除以50 所以 喔 4萬筆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4萬個卡友 有進行了第一次自動價值 這活動就結束了 哈哈哈 所以 他的這個活動是以 HAPPY卡 100HAPPY有兩種 一個是 100HAPPY貸金卡 一個是金融信用卡 然後進行動價值 增幅卡的消費合併 每戶 最高每個月上限50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請這兩張卡片 那麼你就各自動加值一次500 然後就拿到50 就是一個25一個25 然後加起來就是50 那你第一個月就剪完任務了 那如果你第二個月要繼續剪的話 我覺得也很簡單 就是拿去這個 拿去這個佳樂福 然後你剛才講說 我要儲值在佳樂福錢包裡面 然後扣悠悠卡的錢 那你這邊就可以扣了 所以這其實沒有很困難 所以想要解任務的話 其實兩張卡片各自動加值一次 是可以符合資格的 也是不錯啦 就是提供我的解任務小品牌給你參考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你的消費 其實也是有這個所謂的做公益的部分 然後看電影有33% 這個平台啊 Easy Deem的部分 它之前不是有一些比較負面的新聞出來嗎 就是你的那個在上面訂票 你的個子都會外卸變成詐騙集團的這個 這個肥羊 眼中的肥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就會比較擔心 我可能就會還好 就比較不用 那如果你 接下來講到的是這個 新護理或者是買額理的部分 你是新護申請的話呢 那麼你是可以拿到這個 好理四選一 那如果你是 救護來加辦的話 你真的很想要他的旅行箱 那你可能就只能要收到25000啦 就是門檻有點高 那這部分的話我是覺得看見仁見智 就是因為這次趙風他把這個門檻訂得有點高 所以我覺得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去解 除非你對就是台灣爸的這類的商品真的非常有愛 那其實我在昨天的這個我的粉絲頁上面 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其實剛好有去一趟分行 然後我有去看到就是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說 這是不是真的是你要的 因為你有時候你現在去分行 應該是都已經有這些相關的這個產品擺在那邊了 我看一下喔 昨天的 哎呀蠻多的啊 在這兒有沒有 我有拍照了 喔真的是 這個產品看起來蠻可愛的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絕不覺得這個東西是你需要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但是又不想刷25000 那你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來跟團啦 那我們開滿幫的這團其實也算是蠻簡單 就是說你只要從我的連結辦卡 對我這邊有我的連結辦卡之後呢 然後來回報那你就有機會就是可以參加抽獎 那這個抽獎的部分其實也是 趙鋒的這個長官呢看本團真的成效不錯 所以特別就是給我們做個加碼 那這個加碼的結果其實沒有很困難 就是很簡單你只要跟團上車 然後拿到這張卡片之後呢是紫色的啦 紫色的這張那你拿到了之後呢就別忘了就是刷999 那刷了999之後呢就是簽單跟卡片拍一張照來回報 我們這邊有一個指定上車連結跟回報連結 那都回報完畢之後呢 我會在這邊把這個大家的情況就是詳細的列出來 那為期一個月也就是說從這個7月23號到8月23號 今天是8月5號 就是你在8月23號之前呢有來申請 然後並且這個刷卡回報的部分 你就有機會抽中這個旅行箱 我們有三個要來送 因為很多人在問說啊不就是跟團辦卡就好 為什麼還要刷卡 這其實我覺得很簡單的就是我們要互相嘛 所以不是說我們都跟銀行拿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做業績給他 如果是這樣的話人家下次就不會給我們好康了 所以我還是希望大家就是要動卡 你卡片拿下來之後你真的有刷卡了 那你接下來來回報的部分 人家至少趙峰那邊後台資料會看來算說 從寶可夢進見的這些四五十個人 那他目前的話至少都是有刷卡有刷卡紀錄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你在下一次跟人家要獎品 人家才會給你給的多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互相 那雖然說沒有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中獎 因為真的說就只有三個而已 但如果本團的影響力再更大的話 將來有可能會要到更多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大家就是需要理解一下 就是銀行運作的規則 不是說我們不給 是因為我們還太小了 我們沒有辦法給到這麼多的量 如果要人人有獎可以 但是本團一定要全台灣最大 而且半卡量可能一次動作就上千張的 那才有可能啊 那現在就是只有幾十張幾百張 那人家當然不見得會願意給我們很好的獎品嘛 所以這個是沒辦法 這是影響力的問題 不是說我不給就是沒辦法 那一票黑皮的部分 因為你要去這個 我們的金融信用卡 因為你要去零貴辦理 那這部分他其實是沒有辦法算進去寶可夢的推薦裡面的 因為他也不是從網路辦卡就有了 所以這一張卡片我就真的沒有辦法去衡量說 你到底有沒有就是因為看了我的文章而去辦的 所以呢這張我就比較沒有辦法做這個MGM的推薦 但是呢你如果真的很想要的話 你的確還是可以去這個 那個趙鋒的分行去進行申請的 我相信他們都會很樂意為你服務啦 而且這個不會收費 所以還好 因為我被收錢的是BT21的那個千賬卡 好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最後的話我們來聊一下就是金句 也就是說這張信用卡跟這一次趙鋒的合作裡面呢 寶可夢的感覺 我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來 這叫做漸入佳境 怎麼講 這很簡單就是說 其實趙鋒的產品 在這一兩年裡面已經有很明顯的 就是在往上提升 甚至是他們對KOL的態度也越來越友善 包括就是上半年其實也有一檔 這所謂的趙鋒信用卡的專屬的MGM活動 那只是說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一回事 還是覺得趙鋒的卡不好用嗎 就是真的以信戶資格上策的人 其實還是偏少啦 那我們這一團其實後台統計下來 有真的來回報的人大概也才十幾二十個人 其實沒有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那個什麼東奧警診 不是幾乎中獎機率百分之五十六十嗎 就幾乎都送出去只有四個人不合格 就是沒有抽中 總共有送出我們十六個符合資格的人 但是送出十二個獎 所以只有四個是就是沒有中獎的 所以這個中獎機率非常的高 這次也代表說就是本團的成效不好 所以我還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先從我們這一個活動的這張卡片開始 如果本團的成效好 也許他們下一次有更好的信用卡的優惠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到更多的優惠給大家 所以這跟銀行互動往來本來就是一個互相的過程 那這個趙鋒信用卡的確是越來越重視本團 然後也給我們的優惠越來越不錯 兼入加進 所以就是你可以期待我們BT21也會有活動 但是BT21的部分的話就是你真的要自己去分行去申辦 因為那個也是綁信用卡 就是綁那個賬戶的部分 那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開箱分享跟介紹 那很可愛的卡片 不要放棄就是入手的機會好嗎 然後現在入手解任務還有機會再把旅行箱帶回家 這是很棒的 那也歡迎你就是趕快來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最新的消息送到你家好嗎 那也別忘了公開的按讚留言分享 讓喜歡台灣爸的朋友趕快都有機會來看一下開箱 讓他們就是洗腦一下趕快來辦 我覺得這樣子這會讓我們這個整個信用卡社群會越發茁壯 很棒很棒很棒 好我是寶可夢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